同学们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上一讲我们讲了这个氢原子光谱 我们讲到波尔的三个假设 那这一讲呢,我们在上讲气质上来 根据这个波尔三个假设和这个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公式 来导述氢原子光谱所遵从的一些规律 第一,氢原子所服从的这个方程 那四π一分雄零二分之一方 这个呢就是电子和这个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库伦力 这样一个力,它提供了电子绕合运动 所必须的这个向心力 那这个力当然等于这个M乘以二分之一方 这个二分之一方呢实际就是向心加速度 第二个公式,这个L等于R乘以MV 这个就是轨道角动量 根据波尔的假设 它也等于NH一横 这里H一横等于H比上二π 第三个公式呢 这个E等于二分之一MV方 减去四π一分雄零二分之一方 这个是电子绕合作圆周运动所具有的能量 其中二分之一MV方是它的动能 后面这个负的四π一分雄零二二方 二分之一方 这个是势能 也就是这是整个原子所具有的 这是势能 那么这个合起来呢 就是电子所具有的能量 那由这个三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打出那下面一些量 第一个就是轨道半径R 我们从这个第一式和第二式 最后呢连力就能解出来 轨道半径R 这里我们又有一个下标 大家注意一下 就用RN表示 因为为什么用RN表示呢 实际从这个公式式我们能够看到 这轨道半径呢 它是N的函数 最后这个公式呢 是RN等于N方乘以 四π一分雄零 H1横方 比胜ME方 这里N呢 是一些正整数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等等等等 那这个H横我刚才说过 它等于H比胜二π 它也是个常数 那这个M呢 就是电子所具有的这个质量 那是9.11乘以10的负 31次方 这是国际单位置的千克 那这个E呢 就是说电子所具有的这个电量 1.6乘以10的负 19次方 库仑 从这个公式表辞式来看呢 大家一下 你看出来 看出来了 那这里呢 这个出了N变化 N呢 因为取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取一些这个正整数 那其他的数呢 都是一些常数 所以R只能是N的函数 所以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到 这个电子啊 只能处在一些确定的轨道上 那么这这个R不能连续取值 它只能取一些分离值 所以呢 R也具有量子化 那就说这个RN呢 和这个N方是乘比例的 最后有一个 我们可以算 比如说N等1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那大堆常数呢 给它算出来 这个是21等0.529 乘以10的负十四方米 就是0.529个I 那最后这个RN呢 它就等于这个21 乘以N方 那这公式呢 就是比较简洁了 和前面给出那个 很凡的公式来说呢 这个是比较简洁公式 那这里需要记住 就是一个常数 叫波尔半径 它也就是呢 这个氢原子和电子第一轨道半径 那这21等0.5三个I 这个公式希望大家记住 以后在进行这个计算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公式 那这里头呢 那这里头呢 这公式所给我们 一个非常 和经典力学不同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轨道 就量子化 那就是这个轨道半径呢 只能取一些 分离的质 它不能连续取质 那这个联系啊 和分离的 它是这样一关系 好像说 那有东西可能就问了 说当电子 从一个轨道到另轨道 那是怎么过去的呢 实际我们说啊 这个二只能取一些分离 只是指这个稳态来说的 也就是前面的布尔 第一个假设 它就是那个定态 那就说 它出定态的时候呢 它只能出一些特殊的状态 这时候呢 它的轨道半径 只能取一些特殊的质 取一些分离质 但是如果把这个顺态 什么都考进去之后 那当然了 这个R的曲子也是连续的 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 并不是说 从一个定态到另一个定态 好像是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其实呢 就是说 R取这些分离质 这是指定态的情形 这个轨道半径是量子化的 这是一个概念 第三呢 我们看看这个电子的 它的速度 大家要知道 由速度 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动能 二分之mv帮 首先看一下这个速度的值是多少 这个呢 由第二个式子 和第四个式子性连力 我们最后能得到 电子呢 扰核 做圆轴运动 所以这个速度V 它等于 四π一比凶零 H1横N 分之一方 这里头同样也大家看到了 我们把它实际的分成两项写 第一项呢 就是四π一比凶零 H1横分之一方 第二项是N分之一 这两项相乘 我们这样写的好处的话 前面是一个常数 一方比上四π一比凶零 H1横是一个常数 那后面呢 是这个N分之一 也就是说这个V呢 出于定带的时候 这个V是N的函数 它呢 随着N的增大 这个而减小 这是它的速度 当然了 它的动能也是一样 随着这个V的增大 而减小 因为动能是二分之一 mv方 也是随着这个N的增大 而减小 那从列公式啊 首先我们能看到 能这个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V 它也是量子化的 那是出于定带的时候 它只能是取一些 这个分离的值 它也是量子化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也可以用这公式来算一算 这个电子绕合 做圆轴运动时 这个速度 看和光速比起来 能相差多少 我们算上 比如说N等一 这时候呢 我们算出这个值呢 是V等于2.2乘以10的 六四方米每秒 大家知道 金空光速三乘是八四方 这个米每秒 这个六四方八四方 实际是差了两个数量鸡 因此 在这个氢填子啊 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 这个经典的那个公式 而不必呢 使用这个相对论的公式 原因就在于呢 因为这属于低速情况下 最后给大家结论的说 这样一个值啊 它比这个光速C呢 小两个数量鸡 所以相对论效呢 可以忽略 这是我们这个得到的 第一个是得到了 轨道半径的量子化公式 第二是轨道得到 这个电子速度 这个量子化公式 我们继续来看 由于前面呢 这个第三式呢 我们已经给出这个电子 它的能量公式 就是E等二分之二分为一方 减去四来一分凶零二分之一方 那现在呢 从整个公式这里头呢 就是这个V 应该是一个代求量 现在V已经求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V呢 带入到那个式子里面去 就能求出这个电子 轨道远中运动时的 那个所具的能量 由前面几个 一二三四 一三四式 最后得到这个公式 最后得到能量呢 是这个 M1的四次方 比上 二乘以这个括号呢 是四π一分凶零 H1横方 乘以N方 那前面其他堆东西啊 就是M1的四次方 比上 这个二 后面呢 是四π一分凶零 H1横块方 这些都是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从这个公式来看呢 电子所具有这个能量啊 它也是 N的函数 比如说呢 当这个原子出于稳态的时候 或电子出稳态的时候 那它所具有的 这个能量呢 也不是随意取值的 只能取一些特殊的值 另外呢 它和这个 N方分之一是成正比的 和N方成反比 也具有 能量也具有这个量子化 为了啊 使这个公式呢 更加简洁 我们可以把这个 ME四次方 比上二 乘以那个括号呢 四π一分凶零 H1横方 把它计算出来 这个计算出的结果呢 就是 负的 这个13.6电子伏特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把 N呢 写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 就是这样 N等于负的 13.6比上N方 后面呢 是电子伏特 这公式呢 也是需要大家牢记的 这是一个 这一解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式 那么 它的能量呢 是一个负的 所以呢 这个能量是负的 表示这个 电子受约束状态 就具有舒服态 另外呢 还要记住呢 后面这个单位是电子符 而不是胶儿 我们以后我们算说呢 这个单位不能弄混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能量公式呢 我们把前面的话题的重新提一下 在前面呢 我已经说过这个 这个能量状态 和能积的一些概念 那现在呢 实际可以说清楚了 当这个量子数N 起于这个不同值的时候 我们说呢 这个原子出于不同的 这个能量状态 或者说这个电子出于不同的 这个能量状态 这所谓叫能态 由于这些这个能量呢 当然它是一些不连续值 那就像实际就像这个楼梯一样 它是一些这个一击一击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能量状态呢 因为按照这个高低排了起来 实际就是这个能积 这是能量能积的一些概念 当然如果电子从这个高能态 向低能态跃迁的时候 由于这个损失能量 那么这份能量就以光子的形式 辐射数据 这样实际呢 能这个能积之间呢 这个这个方向跃迁 就是说你从高能态向低能态 活动定量到高能态 这个过程叫跃迁 那跃迁的话 就是说从高能态向低能态跃迁的话呢 可以这个辐射能量 那同样道理从低能态 跃迁的高能态时候 它要吸收能量 那另外呢 还有两个概念 也需要给大家交代的 第一个就是所谓基态 基态呢 就是能量最低 最低能量状态 有的公式告诉我们 所以N呢 它从这个E取值 一直到无穷 所以呢 N取1的时候 这时候呢 它所EN呢 它值最小 是负的13.6 电子伏特 所以这个最小能量呢 要叫基态能量 基态能基 剩下呢 N等2 3 4 等等等 那些状态呢 要基态态 一般情况下 这个原子 它是 处于基态的时候 它是最稳定的 当它处于基态态的时候 它要 它一般不稳定 那它会 会由基态态 最后呢 越迁到基态 这时候呢 就向外辐射光子 当电子由较高能态EN 越迁到较低能态 这个EM10 所辐射这个光子的频率 这个根据能量守护定律呢 就μ等于EN减去EM 比上H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个 EN那个表辞 是带进来 最后就得到呢 这么一个 看起来很烦的一个公式 虽然烦 但是呢 从这公式来看 规律性还是很明显的 那实际也是 两项的差的形式 而且呢 由于这个ME的四次方 比上四π括号 四π一共零的平方 再乘以H横三次方 这是一些常数 所以呢 这两项都是呢 正整数的函数 这就是前面呢 我们说到的光谱像 两项差的形式 那么与广义这个巴尔默公式 比起来 因为广义巴尔默公式 这个 它是以这个波数形式 表示出来的 所以下面呢 我们也要把这个 频率这种形式 换算成这个波数形式 但是波数是波长倒数 它频率间关系 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因为这个波长嘛 这个波数呢 它等于这个波长频率乘击 这样呢 我们就很容易 由这个频率的表示 最后换成了 这个波数的表示 好 前面呢 是频率表示 那么再除以一个光束C呢 它就是这个波数的表示 是 那就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形式呢 除了这个方号前面那些常数之外 大家和这个广义巴尔默公式呢 就形成一式的 因为广义巴尔默公式 这个波数是等于2大2 就是离德堡常数 或者说呢 叫广义巴尔默 这个系数 常数 它常有夸号也是m分之一 减去m分之一 那现在呢 我们说你理论上得到这个一个公式 和这个 前面得到的那广义巴尔默公式 就是说那个实验 反映实验规律的公式 是否相否呢 关键就在于就是说me四次方比上 四态 乘以这个括号 这个四态就是0方 再乘以h一横的三次方 乘以一个光数c 就是这堆东西啊 算出来能不能够得到 狄义巴尔默公式中的那个 比特堡常数 如果得了 那当然了 你得到这公式 和这个实验得到那公式 就是完全闻合了 那我们这个这件事情非常好做 只要把所有这些 量呢 它的量值呢 带进去了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值来 好 叫我一算呢 就说我们当然也 这里头也是用大R 表示这样 一个量的 最后算出结果是 1.0973731 乘以17次方 每米 当然了这样一个值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和那个 呃 实验中 是得到的 那个 那个黎德宝常数2 是十分接近 那这个 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个二侧 就前面的那个 公式黎德宝常量 它1.096776 乘以17次方 那么在 这是在 呃 误差非常非常小了 因为这个量值呢 是17次方 对得非常好 那前面呢 1.09 这对得非常好 所以呢 可以认为在误差的百分之内 那么这个理论上啊 和这个实验 所得到的结论 是完全相否的 这就是波尔理论 获得成功 那现在 回头再看一看呢 这张图 我们就 一切都 就都变得很 明白了 那晶原子光辅中 赖曼线系 实际呢 这个M 现在是这个M等1 那么 这个N等2 3 4等等等 那这 这边呢 前面我已经说过一次 现在看的可能 看得更明白了 N等1的时候 具有这个能量 是负的13.6电子伏特 N等2的时候 具有能量 那实际是负的13.6 比方4 这负的3.39 这负的3.4 电子伏特能量 那N等3的时候 实际是负的13.6 再比较9 它是1.5 负的1.1电子伏特 N等4的时候呢 是负的13.6 比上的这个 四方比较16 是负的0.85电子伏特 以下的依次力推 所以呢 这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 赖尔曼线系 实际就是由 这个高能态 N等于 这个23456 等等等 那么向 激发态越迁 所辐射出的 这些 这些普现 构成的一个普现系 就是赖尔曼线系 那巴尔曼线系呢 实际就是说 由高能态 就N等于 3456 等等等 那向 低激发态 也就是N等2 这样一个能量上台 越前的时候 是辐射的 这个 光谱啊 谱线的这个 谱线系 这个是巴尔曼线系 下呢 是 派尔线系 还在谱方德线系 等等等 我就不一一 给大家说了 当然呢 无穷的时候 如果你最后啊 这个 原子 它所吸引的能量 超过13.6 的话 那最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电子呢 就会 挣脱 原子和的束缚 而成为 这个自由电子 那最后呢 因为自由 自由电子 这时候呢 呃 它的能量 比如说 2分之下 mv方 就可以联系 取值了 那到 上面实际呢 m无穷以后 那能量上台 就是联系的了 就回到 经典后来了 在做这个题呢 之前 我还是说一下 这个 波尔理论 波尔呢 这个 这三条假设 其中呢 有两条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第一条 就是这个 定态的假设 还有呢 它这个 第二条 第二条 就跃迁 辐射呢 呃 光子 那这两条的 这两个概念 在现在这个 啊 原子物理学认为 是相当重要的概念 当然第三条呢 就是轨道 角动量 量子化的 这样一个假设 实际就有 呃 不是太自然 实际呢 当时波尔呢 是从这个 定用原理 这样一个角度呢 来引进的 那么以后我们 在量子力学中呢 我们会 自然引进 这样一个量子数 那波尔理论呢 实际呢 它给出 给出的这个 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定态 一个是呢 这个原子月迁 辐射光 这样是两个 非常有用的概念 另外呢 这个波尔量子化呢 比这个 普朗克 和安斯坦 量子化呢 好像 更近了一步 因为 普朗克量子化 是能量量子化 安斯坦的光子 这个 光子量子化 就是光子硕 其实也是一个 能量量子化 到波尔呢 实际呢 又引入了这个 轨道角度 量子化的 这个概念 所以呢 量子化 概念更近了一步 另外这个 波尔理论呢 这个当然它 上面的是 它成功之处了 同样呢 它也有一些 这个缺陷 第一点呢 但是波尔理论 实际呢 它提出了一些 假设是和经典物理学呢 是 既然不同的 但是它经理论 推导的时候呢 它又用了像 经典的一些公式 比如说 库伦公式 那么 这个 万引力公式 这个 这个库伦公式 还有些经典的 力学的一些公式 那这些都实际是 他东西 几条假设 再加上一些经典的 这个物理学的一些理论 最后它导出一些结果 所以 波尔啊 这个理论呢 它不是一种自洽的理论 这是它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 波尔理论呢 它并没有解决 这个光谱线的强度问题 这个光谱线的强度如何计算 这个理论没有给出 第三点 这个波尔理论呢 它只能解决一些 这个氢原子 光谱 氢原子呢 当然是 东西 一个电子 那么对 多电子原子 这个普现的分布规律 波尔理论呢 也是无能为力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 波尔理论呢 不能给出这个原则的精细结构 所以呢 这样 这个理论它既有成东的 但也有它一些缺陷 那等到以后呢 这个 物质波 这概念提出之后 那我们在那概念基础上呢 最后要建立这个 量子力学 就会得到一个一种非常自洽理论 好 前面呢 我们对这个 波尔理论呢 简单的 再做一下这个评价 下面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这个题目 来练习一下 例十四 已知 氢原子光谱的某一线细的 极限波长为 三六四七个I 其中有一谱线波长为 六五六五个I 是由 波尔清单词理论 求于该波长相应的 始态与中态 能积的能量 那首先我们得确定一下 这个 始态呢 它是哪个能积 就是那N是 N是多少 那中态呢 它是哪个能积 那个N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 这个量子数呢 求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 EN等于负的 13.6 P乘N方 电子符合这样一公式呢 把这个能量性 计算出来 所以说这个 极限波长 是什么意思 极限波长 这个极限波长 波长 是指最短 那个波长 那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个普线系 究竟是哪个普线系 我们现在呢 这个 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得通过计算 来进行算 这个 这个普线系 是哪个线系 那也就是实际 也就是要算一下 广义巴尔默公式中的那个M 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解 这个给的就是广义巴尔默公式 这个 它波数等于R 乘以括号 M方分之一 减去N方分之一 所谓极限波长 那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 是由N等于无穷 那个能积 向M 这个能积 越迁的时候 所辐射的光子 这个波长 这就是极限波长 用Lambda 无穷来表示 当然 去无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呢 因为这个值呢 Lambda无穷已经给了 是三六四七个I 那这里头呢 N7无穷是N方分之一 就是零了 所以呢 这个R比上M方 等于 Lambda无穷分之一 那这里头我们 就把这个M就求出来了 非常容易计算 最后这个M算出结果是 等于2 所以这个线系呢 应该是一个 这个巴尔默线系 就是可行光这一部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算一下 那个N呢 是多少 其中有一普现波长呢 现在是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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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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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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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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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那其中的这个波长 它一是波长最长的 波长最长 那波长就是最大 那肯定是定应的这个频率 那是最小的 因为这个波速 现在就是光速了 光速C等于波长频率称G 所以它俩能称反比的 波长的最长 肯定是频率最小的 所以频率最小 当然了就是这两个能量状态 靠的就最近的 这样呢我们就能知道 是由哪 这里很显然是由这个n等于3 月前到n等2 这时候所辐射的这条光的 这个波长应当是最长的 因为这两个能及是最靠近的 它是辐射光的频率是最小 波长最长 另外呢 还有最后求一下 以及外来光的频率 外来光频率 这个处于第一激发态的清间值 那就是说n等2的 被这个单色光 也就是被这个外来光的 这个激发之后 它跑到是n等于5的 那个状态氧气 所以我们最后能求的时候 这个外来光的频率是多少 外来光频率 因为这时候实际的n等于5 和n等于2 这两个能量差 实际就是那个外来光的 这个能量 那等hNu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Nu呢 求出来 好 由这公式呢 我们可以放在已经说了 这里的这个 跟他提议 那么波长最长的 这实际对应的是 n等2 n等于3的这种情形 好 那我们把这个数带进去来 那马上就能算到 lm的23 6.56 乘以10的 7次方米 这是可见光 外来光频率 这个hNu 这个25 它等于2C 2方分之1 减去5方分之1 最后等于是 6.91乘以10的 14次方 这个赫兹 这样一个频率 这是我们关于 波尔星原子理论 做的第二个例题 第三个例题 能量为15 电子福特光量子 也就是光子 从处于基态的 氢原子中 打出一个光电子 试问 该电子远离原子核实 以多大的速度运动 那这个题呢 也是非常非常一个简单的 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 如果氢电子从这个电子 要能挣脱这个原子核束缚的话 那你要给它能量是13.6个电子福特 他需要这么多能量 他就挣脱了 现在给的能量呢 是15个电子福特 因此这个能量是处处有余的 那也就是说呢 他最后呢 所获得这个动能力当时多大呢 实际是就是EK 他也那等于这个15个电子福特 然后呢 减去呢 这个13.6个电子福 那这样 这样一个值一算的 就是1.4 他获得这个1.4个电子福特的能量 获得这么多能量 那根据现在啊 拓了这种的电子 就是说他脱离原子核 电子脱离原子核之后 所具有的这个动能 根据这个经典的那个能量公式 动能公式 那这个EK呢 实际是等于这个1 2分之1 RmV方 那2分之1mV方 这个m当然了 就是 静止质量 电子静止质量 是这个 9.1乘以10的 负31次方的轻克 那这个2分之1 这里就是说 V呢 是带9量了 我们知道 他也等于 1.4个电子福特 但我们要算的时候呢 要把电子福特 这个单位变一下 变成那个胶二 也就是说 他等于1.4 再乘以1 1.6乘以10的负 19次方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V呢 解出来 最后解除的V值呢 下面已经给出来了 这个V值呢 是7.02乘以10的 5次方米每秒 这个呢 余光速比起来呢 还差三个亮机 所以我们用这个经典方法来进行计算 是可以的 这是历史力 这个历史期呢 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通过历史期呢 来说明一下这个波尔的对应原理 首先看一下历史期的这个题目 根据波尔理论 一计算氢原子中电子在量子数 N的轨道上 做圆轴运动的这个频率是多少 第二计算当该电子跃迁到N-1的轨道上时 所发出的光子的频率是多少 第三呢 证明当N极大时 上数两个结果近似相等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因为它在这个 N的这个量子数字 N的这个轨道上运动的时候 那么它所据的相性力呢 就是4π1凶0 2分之1方 它等于呢2分之mv方 这就是说这个库仑力呢 它提供了相性力 第二公式呢 实际是波尔的那个 轨道量子化的假设 那这些公式呢 最后我们知道 它在N的这个轨道上 做圆中运动那个频率 做圆中运动那个频率 N应当等于啊 做圆中运动那个速度 比上2分2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意义也很清楚 实际是做圆中运动那个频率 实际是说 做药性 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 在单位时间内 它所完成的圆中运动的那个次数 那个就是指做圆中运动的频率 从这个表示大家也看到 那个V 比上2分2 V是什么呢 V是在单位时间内 那这个电子呢 所走过的路程 在比上2分2 2分2真是 正好是这个圆中的这个周长 所以呢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是单位时间内 那这个电子呢 看看要圆中走了几周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电子要轨道 做圆中运动的那个频率 按照经典来说的那个频率 那由上面的式子 最后得到结果是等于 M1的四次方比上 这个四倍的1分0方 H3次方 N的三次方 它这样一个公式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呢 它要计算的是 当该电子 跃迁到N-1的轨道上 10所发出的光子的频率 前面的公式啊 根据公式 我们最后呢 这个能够 前面我已经得到了吗 那个频率多少 就算是结果是 这个N1比 等于M1四次方 比上呢 8倍1几0平方 H3次方 这一面是 N-1 比上N方 再乘以N-1平方 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两个频率啊 一个就是说 由是由这个 N那个能析 跃迁到这个 N-1这个能析 所发出光子频率 就是N1比 这是这样的频率 另外一个是那个N 那个N是在这个 N那个轨道上 做远程运动 那个频率 那这两个频率呢 我们看它之间 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N是很大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由这个 N-1平这个公式 最后呢 能够得到 做一个一个估算的话 就是说 就一个近似计算的话 最后能得到N 我们会来发现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一下 就看到这个N和N-1平呢 在N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下 那么N-1平相等 那N和N-1平相等的话 实际呢 这个 又 很显然 这个波尔理论呢 又回到了一个 这个经典理论上去了 那二波尔理论的话 是这个月迁 最后的辐射光呢 产生辐射过 产生辐射 那么就有这个频率 那经典来说的话呢 所以说你 你做这个圆周运动 做加速运动的时候 它要辐射这个光 这光的频率呢 我们也算出来了 所以它在实际呢 是两个不同观点 第一个N等于V 比较二分二算出的东西 按照经典的经典来说的话 你做圆周运动 那个频率多少 这辐射那个频率多少 那现在呢 波尔理论的话 实际呢 说这辐射啊 比如说 你在某一定台来运动的时候 它并不像会辐射 这个这个光啊 那辐射怎么引起的 是由月迁引起的 那它那辐射频率 我们也算出来 那这两个基底是不一样的 概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N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后能得到 就是说这个N和N和P相同 也就是说在大量子数情况下 那么这个 这个波尔理论 又回到呢 这个经典理论上来了 这就是这个定原理 这种定原理 就类似的 我们前面讲相对论的 那种情形 说你这个当速度 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这个 物体运动速度 原以小于光速 光速C的时候 那么这个相对论的那个理论 又回到呢 这个经典力学原理论上来了 这也是一种对应关系 那么这种对应关系的话 我们以后再讲 量子力学的时候 还会提到 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